全红禅终于变得机智成熟了 这都要感谢周主任的特殊照顾 让这个设施未深的农家小姑娘 逐步成为了掌控赛场节奏的跳水高手 2020年全红禅凭借精湛的跳水技术 在国内大赛上 利亚一众世界冠军横空出世 这个14岁的小姑娘 更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战成名 让世人皆知 迅速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更是让亿万国人为之骄傲 对于全红禅东京奥运会夺冠 让周济红都始料未及 让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新被人参加的 所以公众对他的好评一直不断 说他眼光独到 灰眼是英雄 大胆起用新人 这让他一时间成为了最大功臣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坏 有的只有内心的期望和图谋 随着全红禅在国内的持续抱货 也引起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追捧 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跳水 这种现象级的人气实说罕见 就在这时 所谓的利益集团坐不住了 他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种势头继续蔓延 不得不采用一些必要措施进行干扰 刚开始就是简单的施压 让全红禅知难而退 可初来乍到的全红禅 哪里懂这些啊 对上级领导的所有安排都是言听计从 你让我参加20米跳海表演赛 我坚决完成 你让我参加3米版决赛 我全力以赴 你让我去搞直播带货 我从容不迫 不得不说 全红禅完成任务的能力真的很强 这但凡有一项搞砸了 就直接达到了利益集团的目的 直到去年的杭州亚运会 全红禅用超神表现重回巅峰拿到双冠王 陈玉希因决赛上的失利 在赛后采访环杰哭得很伤心 这让利益集团彻底看到了 全红禅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威胁 也就出现了后面被网友们认为的裁判压分事件 我们都知道 陈玉希的实力是相当厉害的 但是全红禅身上那种天赋是可怕的 经济体育的残酷就在于冠军只有一个 只有拿了冠军才是真正的王者 才能让人们记住你 所以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从而制使某些人受到利益的驱使 进行暗箱操作来挽回局面 可是不要忘了 人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终还是被网友们发现其中的端子 一时间引起了全网的群雄激愤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 我们的禅宝似乎也长大了 更变聪明了 终于明白了 偶尔的赞比锋芒才是生存之道 为了能让利益集团满意 还能拉近他和师姐陈玉希的关系 全红禅在蒙特利尔战上 用毫无破绽的表现 让所有人看到了 他才是掌控比赛节奏的跳水高手 回观整场比赛的数据可以看出 他们两个人的每一跳得分差距 可以说都是拿捏得刚刚好 最终以微小的差距 让师姐陈玉希显中求胜 从表面上看 全红禅是因为发挥不稳定 出现四次失误而稀白的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对此有的网友认为 这又是利益集团在暗箱操作 其实这种猜测是毫无依据的 我们都知道 国际裁判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评判人士 没有谁能够在国际赛事上一手遮天 所以也根本不可能存在裁判压分问题 那么能出现这样巧合的事情 只能说明 这都是全红禅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 不得不面临的一种选择罢了 他不是输了 而是他终于长大了 长大的代价就是要懂得取舍 所以他这次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了比赛 如果你还认为 全红禅完全是因为失误 而输掉比赛的话 那么不妨来看看刚刚结束的柏林世界杯 也许能说明一切 在柏林这场比赛中 全红禅预赛和决赛 一共完成了十条 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而且在预赛上超出第二名136.7分 在决赛上更是以碾压式夺冠 这场比赛虽然陈雨昕缺席 但是从两场比赛整体实力来看 那可不是相差的一星半点 而且全红禅是在疲劳的状态下进行的比赛 这对运动员来说 面临着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考验 全红禅却依然能发挥出如此稳定的表现 真的是太强了 更厉害的是第四跳207C 竟然满分 这不仅让其他选手感到绝望 更让国外教练们目瞪口呆 注意入水 哇哦 太漂亮了 完美无瑕 这完美的一跳得到了裁判员的高度评奖 最终以432.8分的成绩夺冠 看到全红禅如此稳定的表现 你能想象到他在蒙特利尔战的四次失误 不是有意为之吗 其实不难看出 不管利益集团给他施加何种困难和压力 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真正实力 来赢得大家的喜爱和认可 与此同时 不得不佩服全红禅 对比赛每一跳分数的拿捏也是恰到好处 网友们感慨到 全红禅就是一个想跳多少就能跳多少的跳水天才 其实在比赛中 名词对于选手来说固然重要 可想要赢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就没那么简单了 周继红作为中国跳水队的领队 一直以来 对全红禅的特殊照顾 可以说是他快速成长的助推系 也算是用心良苦 现在的禅宝今非昔比 周主任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财队 不是吗 当然 陈玉西的实力与付出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不可忽视的 那么你对这两位优秀的选手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持续为你呈现精彩内容 全红禅悠悠 又做到了 在2024年世界永连跳水世界杯柏林战胜 让我们的国旗再次升到了最高 他用近乎完美的舞跳 稳稳地把金牌收入囊中 再次捍卫了中国跳水在国际赛场的霸主地位 让世界看到中国体育运动的强大 少年强则国强 你不得不承认 全红禅就是一个为跳水而生的天之骄子 小小年纪就能为国争光天才 他说 想我们的国旗升到最高 我们是最棒的 这是多么爱国的孩子 把我们的国旗升到最高 这是禅宝作为运动员对国家的信仰 我们国家是最棒的 说出来让整个中国人都暖心的话 一个依靠自己 凭自己的实力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淳朴农民加孩子 他今天所取得的荣誉都是靠自己辛苦争取的 他不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还让全世界的人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的全红禅值得亿万国人的喜爱 也值得我们为他点赞 那么 你知道禅宝在世界大赛上 让国旗升到最高的荣耀时刻有哪些吗 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首先是2021年8月的东京奥运会 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首次参加国际赛事 无任何大赛经验 就凭借平时训练的感觉 跳出了完美至极的表现 用舞跳三个满分 震惊了整个世界 以466.2分打破世界纪录 这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的国旗升到了最高 也是最自豪最激动人心的一次 紧接着是在2022年5月 布达佩斯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全红禅在三米板十米板混双拳 以及女子双人十米台上夺冠 让国旗又一次高高升起 就是从这次比赛开始 开启了她和师姐陈玉希在双人十米台的王炸时代 无任何国家的选手 可以为之抗衡 接下来禅宝继续展现绝对实力为国争光 在2023年5月 蒙特利尔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他凭借完美发挥拿到双冠王 并且担任十米台跳出了458.2分 这是仅次于奥运会记录的第二高分 恐怖的实力着实让外国选手望尘莫及 只能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我们的国旗高高升起 2023年10月 杭州十九届亚运会上 全红禅一战定乾坤 把跳水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又拿到双冠王 让国旗在家门口冉冉升起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2024年2月卡塔尔多哈市竞赛 这是全红禅又一个里程碑 他用近乎完美的舞跳 再次拿到双冠王 完成人生第一个大满贯的成就 也成为年龄最小 历史上第三位大满贯得主 看到国旗高高升起的禅宝 显得无比自豪 在刚刚结束的跳水世界杯柏林战 全红禅更是以碾压的方式 毫无悬念地拿到冠军 当五星红旗高高升起 国歌奏响的那一刻 那种爱国情怀有染而生 全红禅在国际大赛上 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13美金牌 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未来我们还要看着他 取得更大更多的荣誉和成就 让我们的国旗高高升起 因为我们是最棒的 全红禅取得的这些非凡的成就 以及好多殊荣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人民日报为其刊登 不是天生的强大 而是不断的拼搏 央视网体育提名 奇迹不是降临 他是因你而来 新华是早报 约你目光而行 不离不停 一点点前行 一点点收获 他的标志性跳水动作 还被国外教练当作教学材料 这样的荣誉全球范围内寥寥无几 所以真的不是我们特意去捧他 而是全世界都在捧他 对于全红禅的表现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持续为您呈现精彩内容